另外高雄出身首例圆景确诊个案了 证明圆景案7324 是日前家族群聚染疫案6361的先生 那他是小港区派出所的圆景 当时他的太太被匡列裁剪 他仍然照常上下班 因此确诊过后 派出所内其他20亿人全部要居家隔离 索性快筛目前都是阴性 另外高雄凤山排间群聚事件再扩大 又出现一名新的确诊者 拜托再摆脱 封山排间群聚感染又持续增加 市场称其迈一边提升医疗量能 一边还是希望民众配合 当时案5888确诊后 又传染给家人及四名排友 染疫的案6365 又到另一间排间传染给新增个案7010 而这起麻将间群聚 共匡列了三权接触者 第一圈17人有5人阳性 第二圈302人也裁剪完成 有8人阳性 最后一圈264人 目前有168人完成裁剪 70人结果出炉 全是阴性 至于屏东则是家族群聚染疫再扩大 当时大女儿案5463 到万华找朋友后染疫 又传染给自己的妈妈案5465 再有妈妈传染给弟妹及侄子 而案7324则是她的媚婿 也同时是高雄小港缺派出所的援警 当时她的妻子被狂烈裁剪 她则照常上班 因此确诊后派出所其他21人 全部紧急居家隔离 手细快筛结果都是阴性 总共家族有7人目前已经确诊了 避免群聚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防复措施 再次强调避免群聚的重要性 虽然本土案例高居不下 国内疫情持续严峻 但减少聚会做好防疫 才有机会战胜疫情 借高雄屏东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